在真的事情 在印尼有一个张先生 他三十年后 才找到失善的初恋情人 三十年之后 都已经变老头老太太了 满脸皱纹看得还挺开心的 年过五十 两个人又开始了 十七八岁的初恋 甜蜜的日子才开了一个头 被一场世纪大灾难 就是印度洋大海啸 让他太太离开人间 他们结婚才三年 海水带着摩托车 冲向了他的家 把他家一下子冲烂掉 他的先生死命地拉住 他的太太 结果太太为了不想把他先生 拖下水 他就松开了手 太太就自己被咆哮的海水 瞬间就冲走了 所以这是真的故事 我们人活在世界上 不能今天好了 不想想以后啊 想一想 印尼过去的有一些惨案 想一想 我们今天学博做善事 就是为子孙积福积德呀 我们怎么不要念经来保护他们呢 所以好好地学博 因为人的生命短暂才显得珍贵 来一趟人间不容易啊 我们一味地说我活得长一点 最后实际上生命还是在你的打工 挣钱活着当中慢慢地缩短 要认识自己 多做善事 来改变自己 你才会慢慢得到福和会 你会得到永久的平安啊 学菩萨要救苦救难 我们自己好了 要想到别人啊 有很多人活在世界上 就知道自己很好就可以了 想一想 哪一天 你自己倒霉了 别人怎么来帮你啊 所以活着要为别人想啊 台长告诉你们 知苦开悟 就是说很多人苦了 才想到要念经 要学博 台长要你们 现在很好的时候 就想到要念经 要保护好自己的身体 不要让他生癌症 要保护好自己的孩子 永远不要让他们再受苦 这样你要好好地念经 避应他们 求菩萨保佑他们 多多地做善事 多多地积德 这样你才会知苦开悟 离苦得乐